县议员徐阿甘对于地方相当的关心 不论是教育、建设都相当重视 徐阿甘议员首先针对移动式焚化炉的问题 向县府提出质询 徐议员指出 移动式火化设施非常危险 虽然必须在特定的地点作业 但管理不易 更容易沦落为歹徒的作案工具 徐议员要求县府相关单位 要多加重视这项问题 移动式的火化设施 就是说有那一台车 那种用准改 老实说我在十年前 十年前我就看过那个DM 那个简报 我有看过 所以那一台车 它是说它如果开到哪里 它如果开到哪里 要烧人一次烧一架 你如果要烧动物也可以 都总是一件一件的处理 那个时候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去 没有去觉得说这个可以来推行 来推斩 我是因为说这个东西是非常困窄 而且非常的难以管理 所以你刚刚一直在回答说这个设置许可允许了之后还要经过重重的这个运作的操作要去测试 我要跟你说哦 处长 你不晓得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这个连准都不能准 你那个设置许可连准都不能准啦 为什么呢 设置许可就是我们一般在家的建筑秀 你建筑秀就让人家就开始起床了 建筑秀到后来 才让你把你申请使用执照 所谓的设置许可 通过了之后它可以 可以马上去设施哦 可以去盖这个 盖着所有的设施哦 可以去买整台车回来开始就要做哦 一直跟操作许可 操作许可就是标准说 好 你修人修得很好洗的时候 或是开始在修的时候没问题的时候 你也可以化这个操作许可而已 我跟你讲这个测试的中间就问题重重了 所以基本的设置许可 你要及早的赶快赶快 你要说南投县没有这样的环境 这个时间点也很不对 你没有那个很好很完善的管理办法 你以后的问题会到处都有人抗争 而且万一中 如果说我拥有这一部车 拥有这一部火化设施的车的人 我如果晚上可以配合一些歹徒 做完之后把那些人转称称称 真的连毁尸灭迹 基本你就没车到去破案 这很危险的事情 而针对移动式火化设施 县府许可设置的问题 许阿甘议员对此也要求县府要尽速改善 并想办法解决取消设置许可 尤其是说在公墓的地方你买菜你烧 还是说什么便宜馆你买都可以烧 南投县的便宜馆是没几位 但是公墓是几百位 可能我们国立就走过围 任何一个地方合法嘛 你说目的就合法公墓用地就合法 这个是真的是到处都是可以微微作大 都可以去做这些违法 做成民众 民众老百姓的心来会不安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我告诉你 你要赶快把这个设置许可想办法 一定要撤销掉 像我以前二十几年前 十九年前 埔里有一家红道利清厂 里面设置 就是政府的官员官商勾结 发设置许可给他 他开始在那边盖离清厂 一直到我们抗争找到他 违非作大违法的事实 违照文书的资料 申请的资料都违法 都是违照文书 等到撤销的时候 撤销的时候 官府撤销设许可 后来他要求我们管政府国陪 你知道吗 幸好是因为申请者自己 违法在先 那些资料全部都是违照文书 所以 所管政府 才立地站在地盘 没有 你们发设置许可 让人们要付责工资 国赔 你知道吗 今天如果你不是 新墙账自己的资料无数 真是一赔一赔 赔上去 一三四千万 还得了 所以这些火化设施 移动式的火化设施 绝对不可行 我今天在这里与众心肠 我跟他说真的不要害你 你如果这样做下去 尤其是说你说秘书长 准而已 连县长都不知道 这个这么严重的事情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能说你 和管理都不知道 我就要你准 所以这真的是你要好好熟课 而针对普里镇监视器 仅仅只有120组的问题 徐阿甘议员也对此向县府提出建言 相较其他县市 普里镇的监视器设置非常的少 加上普里镇有许多重要路段 时常发生车祸 需要调阅监视器的时候 都没有监视器可以调阅 现议员徐阿甘希望相关单位多加重视 加上社区型的监视器 有许多都将主机设置在民众家里 徐议员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编列预算 并补助这些民众一些电费 我们这个监视器的部分 据我知道 据我知道是今年 今年这个远端网路监视的这个系统 刚才我们邱局长 邱局长在说 南投有144组 草屯147 请问一下玻璃几组 一直都在建议玻璃也要够编列预算 都说是没有钱 保余都这么多 我们玻璃就减二来多做了 而且 而且像我以前 我们中山路那里 曾经发生过好几次 交通车祸 结果隆总发生名字 都是死人的 不是没有死人 死鬼也会去掉了 结果我们要整一座 你也是没有的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当然就是说 社区型的部分 社区型的部分 不是说没有整 属于我做议员做到现在 我的配合款 存在我们保理店的社区的监视器 我装了超过二三十组以上 一周差不多十万块而已 所以我这几年来 我都不断地地存在 但是发生了很多问题 就是装起来之后 这个维修的费用 维修不只是 例如说 打开去 要维修不仅 以外 有的就是说 像我们有的正在人家 有的正在路头 中央的家父前面 我们跟他拜託说 这个让你炒头给我们炒一下 他一座机就有四个儿子 四个儿子 等于四个儿子在高楼的同样 但是呢 因为常年累业 有的家父 有的住户 他会觉得 这个店炒在这里 我很胜天 很胜天 有的人想不开 有的人不愿意说 这样就安在这里 所以我建议 我建议 以后 社区型的这些 我们的进士器 尽量 如果说有一座机 最后一年也补贴一千块 补贴 补贴一千块的电費 当然这个维修费用 各乡镇民代表会 要去变工所 要去变 要去变一些 维修费用 不然 实际上是 真真钱 安好 了后 不用六个儿子就派去 只要说一说就 就派去 还是很没差 而县府在 普里镇规划 微型产业园区 希望借此 带动地方产业发展 吸引厂商进驻 但因价格过高 导致招商不周 为此县议员 许阿甘也在本次会中 提出许多建言 希望县府能够降低价格 提高商家进驻意愿 有关我们普里微型产业园区 我们去年 去年动工嘛 动工开 动工 我们去吐筷子吐 对 到现在为止 将近差不多 已经超过半年了 那到现在为止 我听着说就是 当初我们设计的 规划设计之后的 那个 开发后的 这个土地一边 是达到12万嘛 对不对 现在想调整 我请问一下 我们的陈处长 李处长 现在多少钱 现在调整到多少 除了土地成本 开发成本 现在调整为多少 因为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一家的厂商去问津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人讨计 到底要怎么应该管 你有什么样比较好的办法 我反正跟你说 8万或9万 我准说你8万块好 我现在在这边跟你正式的 为我们地方的相亲请求 因为那一块土地的取得 是当初我们 921之后 原先县府要在那边盖平价住宅 后来就是没有人登记 所以就摆在那边发草发贵金 然后我们县府在开发 规划这个微型产业圆区 因为那些东西土地的取得成本 非常的低 跟台湯买的时候一边 可能没超过五千块 那当时的区域 就是很少的 所以我认为说 你现在说调整下来的话 你不要只想要赚钱 我们要鼓励地方的事业 要发展 要这些企业进驻 我们希望能够 不要超过六万块 一边如果超过六万块 实在说在保利也没有那个价格 虽然是说地界 把我们调划管 实际上我们的普理 我们最清楚 那个地方真的 你一边又八万块 也又太多 这一点我给你建议 当然你去开花想一想看看 而夏天的到来 小黑纹也跟着肆虐 而防治小黑纹有许多办法 对此县医员许阿甘指出 碱水对于防治小黑纹 非常的有效 不但对于身体无害 也容易取得 县医员许阿甘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多加关心防治问题 并提供协助 解决小黑纹的问题 今天有关的这个 环境污染的这个小黑纹 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今天本席 有带了一桶 有带了一桶 这个碱水过来 有关这个 这桶碱水的来源 的来由 是因为我4月21号 举办了一次这个 检树热火加年华的活动 那这个碱水的 他的这个发明人 跟我配合 就是在前两天 在前两天 他有在我的 举办活动的这个 啄木鳥步道 也就是埔里的一文中心 以及残虎道楼的 后面的这个大树下 因为那森子很大森 本来就是有很多小黑纹 那我打算在那边做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就叫他 前两天去喷洒了这个碱水 那结果 实验的那天就是我们 4月21号当天 所有参加的人次 大概将近600人 差不多600人 我有跟他们问 今天有点感觉 这个小黑纹的状况怎么样 几乎是没有人说 他有叫小黑纹 对不对 标示说 这个碱水 真的是对这个小黑纹 真的是有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物理水 它是一个物理水 完全都 对人体完全都没有 没有害处 我想这个东西这么好 我希望借着今天这个机会 因为全县的中小学的校长都在场 如果需要的 如果需要 有希望把学校的这个环境 做一个改善的 可以想 可以想点办法 要请 要请我们的当地的议员 去签一些配合款 要是跟我们的教育处 申请多个保障会 因为那台电解机能水的这个机器 大概也不多 就几万块钱而已 各位数 那能够制造出这么好的效果 我想对孩子的身体健康 整个校园的这个环境卫生 做这么大的改善的时候 人力少而且效果又好 这个东西真的是 发明这种的人真的是做功德 县议员许阿甘非常关心县内大小事 不论是教育建设都相当重视 许议员也在本次会中提出许多建言 并希望县府在推动县政的同时 能够倾听民意 了解地方需求 才能将南投经营的更好 民意新闻秋平以专题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